另外再看到全球知名的去之家儿童主题乐园 要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据点 预计要在感恩节的前夕 在德州的达拉斯郊区 弗瑞斯科开幕 希望能够抢攻年底耶旦节期间的庞大商机 在达拉斯郊区的购物中心旁 有栋红色建筑物正悄悄盖起 那正是去之家乐园 乐园里有占地8万平方尺的模拟小镇 小镇里有55座建筑设施 包括银行、电视台、航空站、餐厅、医院、大学以及消防局 而去之家乐园里的所有设施 都是跟孩童等比例建成 能帮助孩子们在乐园中舒适地使用 这个专门为4到14岁的儿童所设计的乐园 里面还有幼儿游戏区 能让孩子体验各种工作和职场环境 乐园里面也有共同货币 让孩子们学习理财技能 孩子可以选择将货币保存在乐园里的银行中 供下次使用 未在达拉斯的去之家乐园 将在11月试营运 并计划2020年在芝加哥和纽约 2021年在洛杉矶陆续开设新乐园 东西新闻团队在德州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